哎 真羡慕这无忧无虑的破烂小哥 走小荣 咱们去把公司的破烂都给他 好的老板 主人捡到破损麦克风 激发特殊奖励 奖励添赖之音技能 哎呦我去 每次都是股权 可好久没出技能了 系统给力 多谢了老板 看你眼圈发黑 一脸疲惫 这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哎 兄弟你不知道 我这年营业额高达10亿的大集团 每天忙的我都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才能睡觉 早上八点就得起床 我是身心疲惫啊 呃 10个亿的企业要这么拼命 老板你应该学会放权 把工作交给每个部门的负责人去管理 你只需要一个月听汇报一次就行了 有集市的时候 你不说 他们也会主动联系你寻求帮助和指示 所以我觉得还是你自己的管理方式有问题 你说的轻松 可是做起来就难了呀 难吗 我怎么觉得一点都不难呀 我这名下的企业 没有一百家 也有大几十家了吧 连企鹅和阿里都是我的 我要是什么都管 怕是早就累死了 哎 你一个捡破烂的 根本就不懂 跟你说太多也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体验了做老板的生活 你就不会说这些想当然的话了 呵呵 或许吧 主人捡到破损硬盘一个 奖励微软15%股权 哎 越不想做老板 越给集团奖励 哎 兄弟 要不这样 我俩交换身份过一天怎么样 我做一天捡破烂的 你做一天总裁 我拿放松一天 你拿体验一天做老板的滋味 然后再跟我说你什么感受 怎么样 算了算了 我可不想体验 哎呀 来试试吧 勇敢点 十一集团的总裁 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的 这样 现在开始 我帮你捡破烂 你就是总裁了 小容 快去带方总换身衣服 兄弟 垃圾袋给我 我去 我真没什么兴趣 跟你交换身份 另外这垃圾袋 可不能给你 哎呀 来嘛 算帮我一个忙 行了吧 诺 这是我大奔驰的车钥匙 还有手机 你先拿着 你手机给我 哇 好帅的小哥哥 这要是我的真老板 该多好啊 方董 我带您熟悉一下公司吧 哎 这叫什么事啊 算了 看在新技能的份上 就帮帮你吧 站住 你们不能进去 滚台 让你们老板滚出来迎接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啊 他 他们是浪潮集团的人 他们肯定是来找茬的 走 过去看看 呦 这不是小秘书吗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来哥哥这里做主播啊 你们是来找市的 拿来的简破烂的 滚一边去 叫你们老板滚出来 这里哪有你的市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 有什么事你说吧 你是老板 哈哈 老张头真是有本事 竟然找了个简破烂的来当老板 有意思 既然你说你是老板 那好 我是来给你下战书的 转告老张头 一个月内 我要让你山海集团破产 哦 我们难道哪招惹到你了 哈哈 这黄浦区 除了我们 就不允许有第二家传媒公司 这次我们组组准备了这个数 还有 别说我没告诉你 老子可是有后台的 敢和老子竞争 你们也配 哎呦 这可怎么办啊 咱们集团的主播 已经有一半都被浪潮挖去了 现在又来下战书 看来咱们真又完蛋了 这可怎么办啊 张总的电话也打不通 这下又坏了 别担心 有我在呢 你这么大的口气 那我倒是听听 你到底什么后台 想知道我们的后台 好啊 你滚过来给我们老板刻一百个上头 我就告诉你 哎 给你机会了 你们也不中用啊 既然你不说 那我打个电话吧 我去 我手机竟然被那货给抢走了 方董 我是财务部的小孙 马上劳动结了 我想给底下员工安排一顿聚餐 您看行吗 我去 没想到这破烂小哥还有一家废品站 不过这处理的事情也和我差不多吗 行 大家也都蛮辛苦的 安排聚餐吧 另外除了聚餐 每人再包一个两百块的红包吧 方董 请问是全体员工都有吗 咱们可是有三 呃 破烂小哥还怪可怜的 只有三个员工啊 不能厚死薄比 全员都有 对了 直接每人五百红包吧 好的方董 我这就去执行 嘿嘿 我这也算是为小哥做好事了 不过小哥捡破烂也不容易 不像我这家大业大 有这一家市值十几亿的大集团 回头这红包钱 我给他补上吧 快 和人事部要一下 咱们给员工统计数据 方董说每人包五百块红包 总监 这是人事部 刚刚送来的电子统计名单 咱们所有国内员工 一共是3968932人 我这就安排拨款 健康兰的小子你还挺能装 还要让我好看 来啊 我看你有什么本事 方总 对方不是咱们能招惹的 我听说 他身后站着的是华夏兄弟 华夏兄弟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难道是百达影业旗下的 那个华夏兄弟 哈哈 没想到小牛你知道的还不少 没错 我大哥就是华夏兄弟的一个股东 怎么样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行动 所有山海传媒的人给我听好了 现在开始给你们一个机会 全都转签到我们公司来 单狱直接翻一杯 不然明天就让你们全网封杀 天啊 我可不想全网封杀啊 我同意转签 我也愿意转签 我们也去 方总您放心 我绝对不会走 很好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呵呵 不过你们可想好了 如果你们转签 可是需要支付违约金的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你自己看看吧 我已经让人恶意收购你们的股份了 用不了几天 你们就破产了 违约金 到时候怕是你反过来 要支付给他们吧 哦 看来你早有准备啊 很好 小荣把你手机借我打个电话 喂 外家小老外是我 现在立刻去查 华夏兄弟这家公司 哪个股东 和一家叫做浪潮娱乐的集团 有关系 直接把他带过来见我 看来呢